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主远腾回答是金钱 这个回答并没有让老头很满意 男二号利根川给出惊人的回答 真正的权利是以财务影响力去打造一个帝国 这和老头的想法如出一辙 而创造帝国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完全不用担心 这个国家夺的是满怀天真理想的年轻人 男主名为伊腾开斯 现年已经二十有余 作为一个初中毕业生 他只能在东京做着廉价的兼职生活 赚到的钱连弃码的房租都交不起 不仅如此 开斯十分热衷于买彩票 一直满怀希望有一天能够中大奖 我只能说他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少年 开斯的生活就是一个典型的颓奋男 小伙因为过于穷 所以一直是一个单身狗 看到路过的妹子都忍不住多瞄亮眼 然后说这些妹子是因为钱才和男人恋爱 每次想到这里 他都要踹旁边的豪车击脚发泄 就是看你们不顺眼 就是要踹上那么击脚 可是他不小心把远腾的大奔给踹坏了 此番前来远腾专门来找开斯 两年前他作为担保签过一个协议 现如今贷款人跑了 当初的三十万现在已经翻成两百万 显然这么多的钱 开斯是无法偿还的 远腾知道他还不起 于是介绍给他一个咸鱼翻身的机会 有一艘名为希望的船会在今晚出发 只要在船上赢得胜利 就会还清债务 开斯除了上船这个选择 否则会用二十年来还债 或于无奈 他只能被逼就犯 其实他并不知道 远腾找他就是让他上船 老头需要年轻劳动力 给下面的手下安排的指标 开斯是远腾的最后一个指标 当开斯来到船上 他发现了很多人 和他一样 一眼便可以看出败家犬的特点 这群人都是因为欠下贷款 被固有上船的人 主持这场赌局的人就是利根川 他简单地为所有人解释今天的游戏规则 比赛的主题就是拯救颓废的年轻人 首先卖给参赛者每人三颗星星 每颗星星价值100万日元 300万会由主办方借给他们 但是每分钟的利息是1% 也就是3万利息 比赛时间为30分钟 每个人发三张剪刀石头布卡片 和自己想要对决的人玩游戏 赢的一方会得到输的一方一颗星星 对决的牌也要丢弃掉 如果三颗星星都数完了 便会拉走当苦力 如果赢了 主办方会将每颗星星100万回收 面对这样无理的要求 下面的人起空抗议 认为不公平 利根川终于忍受不了这群乌合之众 大怒道 你们每次的问题都会有人回答吗 你们所有人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总是期望一切事情如你所愿 不知羞耻地装无辜 装天真 作为失败者 你们没有权利知道答案 你们这群家伙 长大吧 这个世界不是你的老妈子 下面的人都被对得压口无言 这场赌局 就是给底层一次翻身的机会 输了就会输掉整个人生 赢了就会获取自由 作为成功者的利根川 丝毫不会理会这群人 所有人慌张之下 乱作一团 随意找人鄙视 此时 凯斯遇到了一位眼镜男 眼镜男告诉凯斯 这场游戏中 根本就不会有赢家 能够保住自己的星星打完牌 就已经很不容易 只要凯斯和他一直出一样的牌 通过平局 消耗手上的卡片 他们便可以轻松地离开这里 天真的凯斯还是上了当 将他的话信以为真 没想到眼镜男会耍赖 凯斯消耗了八张牌 输掉了两颗星 凯斯的手上只剩下一张剪刀 这种状况下 他必输无疑 愤怒之下 他找到眼镜男理论 在打斗中 眼镜男的血溅在了卡片上 经过十分钟的混战 大家的牌都已经消耗得差不多 大概可以猜得出来对方的牌 所以都停止了接下来的对决 眼镜男提议 重新洗牌 这样就能接着玩下去 眼镜男即使输了一把 也能赢 但是他过于贪心 把所有的牌重洗了一遍 故意将带血的剪刀 发给了凯斯 然后给自己发了一张石头 他再次找到凯斯要求对决 凯斯和他赌了一把大的 如果眼镜男赢了 凯斯的一颗星 和石田的两颗 都是眼镜男的 没想到凯斯将计就计 将剪刀和石田换成了布 于是乎 眼镜男剩下了两颗星星 没有了卡片 被拉走 接下来 只要凯斯和石田 一直平手就能赢 可惜 石田忘记了和凯斯换的剪刀 石田在规定的时间 没有出完牌 被拉走 凯斯本可以一走了之 却选择了和石田一起做苦力 一觉醒来之后 他们已经在地下做上了苦力 想要还外债 至少要在这里待上15年 地下便是开头 地埃集团老头的计划 依靠欺骗凯斯这种人 为自己的王国提供劳动力 这里的苦力 都被印上地埃的标志 地下的人 工资拿到的 都是地埃钞票白利卡 每个月只有9万亿 而且只相当于日元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 凯斯的工资 只有9100日元 换算人民币 大概不到600块钱 其实如此严苛的情况下 物价也是高的离谱 一罐冰镇啤酒 需要5000百利卡 其他的更是高的离谱 这也是DI压榨他们的方式 每次发放工资的当天 基本上 钱都会再次花光 根本不会有钱存下来还款 凯斯也没有卖过这个卡 辛苦了一个月 一天被花光 不光如此 在这里工作很久的松山告诉他们 凡是下来工作的人 过不了几年就会病死 生病也不会有人医治 在这里基本上可以定义为将死之人 但是集团为了鼓励这批人 给了王国奴隶翻身的机会 特别设置了《勇士之路》这个选择 参加这个活动 胜利就能获取自由 与其待在下面慢慢等死 不如拼一把 万一赢了呢 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童王自由的路是用命来博取的 DI给了每个人 一千万日元的DI支票 两座数百米高的大楼冲间 有一根独木桥 只要在通电的铁轨上走到对面 便可以活下去 过去的人会获取自由 掉下去的人也没人会理会 可以这样说 输赢都会得到解脱 走迷在地下 没日没夜的工作要强 而这种残忍的勇士之路 成了一场兽 后台一群有钱人 在欣赏这种挣扎乐趣 在他们眼中 这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看得不亦乐乎 一片欢声笑语中 参与者一个接一个掉了下去 此时半空中只剩下了三个人 凯斯 松山和石田 经过如此紧张刺激的冒险 石田害怕了 他知道自己走不过去 于是将奖券给了凯斯 让凯斯替自己走接下来的路 这批人中 最诺诺的松山也终于明白 以前的人生一直和垃圾一样 但是现在还活着 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他要真正度过属于自己的人生 不但像垃圾一样苟延残喘 他的这番话 让凯斯很是振奋 两个人在相互鼓励之下 终于走到了对面 松山在最终领悟到了人生 本应该让人充满希望 可是现实 再一次给他一记耳光 由于室内外压力不同 在开门的一瞬间 松山被吹了下去 一番生死经历 只剩下了凯斯一个人 他也成为了第一个成功 走完勇士之路的人 开斯拿着对讲券 愤怒地找到立根川要钱 但是他的奖金还完账之后 还剩下75万日元 拼了命才挣这么点钱 开斯很是不乐意 大吵大闹要求公平 国王老头觉得开斯十分有趣 重新给了他一个机会 玩一排 一共有两副牌 一副牌有五张 四个市民一个奴隶 四个市民一个国王 每次只能出一张牌 市民和市民是平手 市民吃努力 奴隶是国王 能赢立根川的话 奖金翻十倍 输了的话 要再次回到地下 在第一局的开始 立根川只是低头沉思 丝毫不看开斯的脸色 经过反复琢磨之后 开斯将奴隶张了出去 对面的立根川 反而一脸淡定 貌似知道开斯会丢什么牌一样 他出的牌 正是开斯的克星 是民 输掉的开斯一脸 以后被保安拉了下去 开斯越想越不对 立根川是怎么猜的这么准确 仔细想想 一开始 他的手表好像换了 自己在加入地爱集团时 手臂上被安装了心跳侦测器 立根川的手表 其实就是心跳观察器 怪不得 整场都不看开斯一眼 不服的开斯请求远腾帮助 远腾其实对这个集团 也已经厌倦 更不愿臣服立根川的手下 他借给了开斯5000万日元 这一次 如果输了 开斯不仅要成为奴隶 就连远腾也要被拉到地下 永远地为地爱做苦力 在第二局开始之前 开斯用头撞破了镜子 让自己血流不止 利用立根川的观察器 失去了作用 并故意将血迹留在了卡片上 利用在船上的方法 顾忌重施 船上的比赛 立根川也是指导的 他猜测 开斯会把带血迹的奴隶 故意换掉 出乎意料的是 这正是他的弱点 开斯并没有换掉奴隶 读的就是立根川的小聪明事物 最终 立根川输在自己的过于精明 一场游戏 让他输掉了五亿日元 国王帝立根川很失望 将他贬为奴隶 拉到了地下做苦力 转眼 远藤和开斯在一起庆祝 痛快地喝着啤酒 天真的他 还是被远藤给算计了 远藤迷倒了开斯 带着钱跑了 拿着五亿日元 浪迹天涯 普代为DA集团效力 他很感谢开斯的出现 让他刺激了一把 相信未来的一天 他们还会相遇的 醒来的开斯 依旧成为了那个穷鬼 口袋里面 连坐车钱都拿不出来 到此电影结束 本片名为赌博默示录 作为一部漫改电影 拍得十分成功 成为了极少数经典之作 电影的剧情十分励志 充满正能量 奉献各位观众 不要误入歧途 只要踏实力才是正道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